有沒有發現,我需要有1、2、3、4 有四個東西我要讓它秀出來 這四個東西要分別一個一個把它產生 所以其實我們也可以慢慢來看 實際上這四個東西 你可以把它當成四個字串 四個字串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串好之後 再丟給TestView去把它顯示出來 所以最後的話一定是把這個字串串在一起 串在一起的話最後一行一定是什麼呢? SetTest 那我是用一個什麼?SB SB的話是用一個叫StringBuilder 當然你也可以不一定要用StringBuilder 這個StringBuilder跟String字串其實差不了多少 它的好處是說它可以一直串接 不過如果你今天不用StringBuilder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呢? 改成String 這邊當然不一定要用StringBuilder StringBuilder是說它比較好串接 那如果你今天把它宣告一個什麼呢? 宣告以為一個字串對不對? 可以啊 那只是說後面要怎麼接 很簡單嘛,你就把它改成什麼? SB等於什麼呢? SB加上什麼呢? 加上後面的東西就好了 這樣也是串接 所以StringBuilder它的append其實就等於什麼? 那只是說這兩個到底有什麼差別呢? 實際上如果你有大量的字串要串接的話 StringBuilder一般它的效能會比較好 所以比如你一直串,像資料過的東西 你要一直串在一起的話 那一般會用StringBuilder 不過基本上根據測試結果差別太小了 所以你反正會串就好 最重要是你串得出來 而且現在你說這個效能 像現在智慧影手機已經達到四核心 而且四核心已經達到1.5、1.6、1.7 所以這麼恐怖的速度 你用StringBuilder跟用String 根本一點感覺都沒有 不過因為我們書上的範例是用StringBuilder 那我們就用StringBuilder 反正你用StringBuilder跟用String 結果是一樣的 只是說我們要把這個東西串接在一起而已 那這邊的話就會宣告一個StringBuilder 那你要怎麼去建立一個StringBuilder 方法很簡單 這邊的話就是